新聞一開始要帶大家來關心到山區的消息 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宗雄在管長調法官邀請幾下 決定在阿里山第十八山61.5公里處 六爺乎無苦力興建三支教堂 安藤宗雄由管長調法官上人拜登 全都阿里山高等已經建築的地點 探索基地 討論跟整個高等的建築行程 安藤宗雄標示 中的陣上都要立了 完成這座高等 希望可以跟大家合作 讓高等成為完美的建築 看70公圈 等167公圈 面接1萬343.5公圈 香港公圈的基地上建築高等 這座市第一座 坐落在日本以外的安藤教堂 最近到日本去看到明治神宮 看到靖國城社 也看到很多我們阿里山去的 Hinoaki 做的大助詞 所以安藤先生 他其實也是用愛跟合併做出發點 來到這裡 希望圓我們這百年來台日之間的緣分 這個緣分 所以他希望用他的設計理念 能夠讓環境跟自然對話 能夠把這個愛跟合併的精神呢 能夠光輝在這一個三支教堂 這個設計裡面 我相信透過這個世界建築名師 安藤忠雄的設計 一定會讓世界看見台灣 看見嘉義 也會為我們台日之間 帶來更多的愛與和平 這也是三支教堂最大的設計理念 所以我想在這裡 我們非常謝謝安藤忠雄先生 一路從日本到機場 就坐高鐵到嘉義 一路趕車子到山上來 雖然他很累 但是他堅持一定到這個基地來看一看 在外觀之外 安藤先生在疫情當中 事後如何聚乎 並且找到外路的理念 跟管副團隊 力求學江義在疫情當中 突破幸福 布莫日合 希望就由三支教堂 因他台日百年來的緣分 當時 讓高鐵跟主連隊伍 相信透過高鐵 可以讓世界看見嘉義 最近請問就來行 阿里山鄉 彩虹波登 完成了